觀眾朋友 沆謝儀器這個成語 如果請您拿筆用手寫 您寫得出來嗎 很多人在鍵盤上或在手機上打字打得飛快 但一提起筆 完蛋了 字不會寫 像是烏龜的龜 憂鬱的鬱 或是繩子的繩 這些字都是很多人的罩門 因此現在開始吹起了席字風 有檢察官在辦公室裡面練字 台中市政府也要求老師要取得楷書認證 而在彰化縣 橋頭國小的訓導組長 則是在課堂上教學生寫字的筆法 讓學生體會中文字型的藝術 在黑板上一筆一畫 帶著學生寫國字的 是彰化縣社頭鄉橋頭國小 訓導組長詹兆明 他將字體拆成零件 讓孩子了解寫字筆法 認識中文字 傳統線條之美 我把字體的結構拆出來 然後歸類 讓相同字體出現的時候 小朋友比較容易吸收 也比較容易看到類似的字 他就可以自己寫 不用我再示範一點 現代人手藝機的時代 學生打字很快 但寫字很醜 他教學生練字 讓孩子了解字體來源 如何組成 為了養成學生握筆良好姿勢 他親自調整學生寫字的力道 並且認為 若國小期間握筆字是錯誤 未來要改很難 建議學生可買鋼筆 訓練握筆姿勢 毛筆是那個軟的 然後那個彩色筆是硬的 所以那個寫起來會有那個 有點不好寫 可以讓你的字比較好看 然後比較網絡 除了在學校持續推行寫好字運動 讓學生記得字體的組成 及來源外 他也在網路上創立部落格 分享寫好硬體字的方法文章 希望能帶起更多人 找回書寫的溫度 人和寶 郭宣文 章話報導